諾老師 我們今天終於可以來補不一樣的東西好不好 然後今天要補的東西就是我們的 歐茲的一個細胞銀幣組好不好 我要先說 當年我沒有記錯 基本上在當年歐茲要收集這個算是蠻困難的 老實講 算不貴 因為它是出在實玩版裡面 就出在SG版本裡面 優點是因為它是SG版本所以很便宜 缺點也是因為它是SG 在結束之後呢 通常這種東西都比較貴一點 因為沒有DX版就跟它分擔價格 有啦其實也是有啦 但是DX版本就是僅限於 歐兜外組啊 還有一些什麼罐頭組啊 裡面附贈這樣子啊 基本上其餘就沒有其他入手方法啊 而且這算是銀幣還是有分等級好不好 與其這樣去東拼西湊SG版呢 不如直接去買一套啊 然後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一共是有出兩個版本 一個的話是我們CSN版本 CSN版本現在算是蠻好入手 可是價格偏高 然後再來就是我這一套 我這一套就算是屬於 當年歐茲完結之後呢 所推出的一個完結紀念組 因為我本身有收這一套 所以我就沒有推出CSN 所以我今天的話就以這一套 跟大家做個講解好不好 這一套上面啊 還有附給你一個盒子 真是超級無敵漂亮的 整個這樣擺框擺起來都非常好看啊 我把這邊講完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每一個銀幣啊 看完之後呢 我會再跟大家講一下SG跟DX 還有這完結紀念版的區別啊 因為基本上我手頭上三個都有啊 好了各位 這些就是我們劇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細胞銀幣啊 因為這些細胞銀幣 除了拿來組成貪婪怪人的身體之外呢 觸發系列裝備的能力 都必須壓縮這些銀幣進行使用啊 還蠻特殊的還蠻特殊的 而且除了主角之外 把這個發揮到極致呢 還有我們的BURTH啊 所以呢這個道具基本上是貫穿全具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不會就是說為賣而賣的那種感覺啊 整體呢我覺得很棒 然後呢我這句話是依序這樣連組下來 鳥連、蟲連、貓連、重力、水連、恐龍 然後呢再蝦蟹蝦 一共是這樣的一些種類啊 這句中基本上也是只有出現這幾種種類 這樣跟大家講一下啊 然後呢這幾句都是有怪人可以一起搭配使用 我們每講完一種幣之後呢 我們再順便講解一下它的怪人型態 那我們把這邊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一棉一棉硬幣給大家看一下啊 因為它是完結紀念版啊 所以它整個上面是有一個銀色的重圖狀 我覺得正面大家看起來比較沒有感覺啊 你要看它側邊這邊啊 有把它整個銀幣的那種感覺塑造出來啊 其實我要老實講 我個人覺得 它這個版本出的其實才是最貼合劇中的一個版本 沒有虎爛 大家可以去看它東映圖鑑那邊就知道了 它硬幣下面這邊啊 真是超漂亮的你知道嗎 背景這邊啊 我覺得處理得非常非常棒啊 讓它整個看起來非常非常有質感啊 背後這邊才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地方啊 因為呢 歐茲其實他們不會很常拿正面出來給大家看啊 通常都是以背面為主啊 像這樣 背面就是要一個叉叉 每次不管是投入什麼硬幣啊 他們都是以背面為準 然後這樣直接投進去然後發動能力啊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啊 銀幣與其看正面啊 不如背面才是真正的精髓啊 而且它背面這些紋理雕刻是非常非常棒啊 它的基底啊 讓這X看起來非常非常立體啊 然後呢 再來是我們的 孔雀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嗯有沒有 真的孔雀是非常非常棒啊 然後呢 背面的話也是一樣 背面真的超級無敵喜歡你知道嗎 然後側面也是啊 有沒有優秀 看起來真的是有像是一個硬幣的感覺啊 再來是 我們的 突嬰 講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背面都一樣啊 所以等一下背面就不給大家看了 所以這第一組的話 就像是我們鳥 然後呢 我們每講完一個聯組 我們就稍微試刷給大家看一下 不然都是一直看硬幣 大家比較沒有感覺 然後我們今天測試都是以CSM為主就好了 因為DX地方也沒什麼好測 老實講 有沒有 基本上它都是 就是一個名稱然後再加贏這樣子啊 黑心 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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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啊 這個才是正常現象啊 因為當年DX版是會把全民唱出來啊 因為安庫畢竟他是屬於非常重要的角色嘛 所以呢 他的型態非常非常多種好不好 我們一個個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型態的話 就是大家在手續補過的一個單手的一個型態啊 因為呢 當時我們的安庫在封印時 他的身體跟他的手是分開的 有意識的硬幣儲存在我們的手臂上面啊 所以導致我們安庫才可以以手的方式在飛來飛去跟他對話啊 第二個型態的話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一個迷失型態啊 雖然說是安庫迷失型態 但是呢其實說實在那並不是安庫本人 而是安庫的身體啊 只是他身體在喚醒之後呢 產生了一個想要自己活下去的意志 就是想要成為新的安庫 所以呢才會導致這個型態的一個產生啊 再來就是我們最後的型態啊 這個算是安庫獲得他全部硬幣之外呢 再加上吸收了某些人的硬幣 都產生出來一個非常強大的型態好不好 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劇中裡面 他可以報答我們的恐龍型態的原因啊 可是這邊多補充一點啊 就算他不吸收這麼多硬幣 也是可以成為這個型態 只要他收集到自己的硬幣啊 然後再來是換我們的蟲連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嗯有沒有 整個紋理啊 雕的雕得非常非常好 他的背景真是下很多功夫啊 然後呢再來是我們的螳螂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再來是我們的蟲 我覺得真的也是蟲蟲最有的 一下話真的太像了好不好 說一下我們重練 然後呢我們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烏霸的一個型態好不好 然後呢我要先講一下 除了安庫之外啊 其他怪人基本上 嚴格說的算是兩種型態啊 依到他們身體有的硬幣 所以要去改變他們的一個型態啊 這個點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 在劇動裡面 就要每個人都是九枚硬幣嗎 有些人是十枚 因為在我們社長那邊會隱藏幾枚 然後九枚硬幣裡面 只要當有硬幣被搶走 或是當有硬幣被拿回來死 他們的能力值都會有所加減 然後我們烏霸的話 一共有兩個型態 第一個型態看起來非常寒酸 也算是劇情前期比較常出現的 因為劇情前期 烏霸其實失去的硬幣非常多啊 第一個型態就是 基本上完全掠裝的一個烏霸 當他把硬幣全部取回來之後呢 他就可以變成完全鐵烏霸 你會發現他全身的裝甲全部裝上去啊 這一次的話 很棒的就是 怪人竟然都有兩套裝備 所以我們的烏霸的話 一共就這兩個型態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呢 再來是我們的貓連 獅子 再來是我們的老虎 老虎這個看起來就差很多 他基底的佔比比較多啊 所以整天看起來就非常有質感啊 然後再來是 烏霸 嗯 不錯不錯不錯 烏霸整天看起來也是非常有感的 烏霸 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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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發動能力是就在 銀銀銀這樣貼得很有感覺啊 這樣子還更貼合原作啊 再來換我們的貓連啊 Kazari 一樣也是有兩種型態 一個的話 就像是完全裸裝的一個素體型態 就像這時候硬幣失去的過度就會長這樣 再來就是說 硬幣完全體重的一個全身裝備的狀態啊 你有沒有發現 獵豹的腳啊 虎的手啊 全部都回來啊 再來是換我們的重力連組 犀牛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犀牛這個比較還好 因為他圖箱戰比比較大 然後猩猩 哇 猩猩這個就有感了好不好 整個猩猩臉看起來真的非常非常立體啊 好的 再來試試換我們的大象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來 海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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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力連組也跟往常一樣 依照硬幣的多寡 會有形態上的一個變換 但是我要老實講 我覺得 眾力連那個形態的變換 真是變換非常非常大 因為呢 他本身屬於重裝的一個怪人嘛 他全部的裝備穿上去之後呢 看起來非常非常可怕 然後呢 再來換我們的 殺人精 水蓮 鰻 魚 這個的話還是圖像戰比比較大 所以比較沒有感覺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章魚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你再給大家看 SHACHI DIN UNADI DIN DIN TAKO 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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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換我們的一個水蓮啦 水蓮這位的話 哇 想必應該算是蠻多人喜歡的好不好 自己覺得水蓮 它在素體跟廢素體其實看起來沒有差很多 最主要是它那個披肩 但是它內部裡面的盔甲其實看起來差蠻多的就是了 好 其實好像也還好 因為呢 本身水蓮就並不是屬於重裝那種怪人 它是屬於那種比較輕裝的 然後呢 它在素體情況下 你就會發現它的衣服非常暗淡 但是當它把所有的裝備全部拿回來的時候 章魚吸盤的腳啊 還有它身上彷彿電盤般的紋路 全部都凸顯出來 所以呢 這個差不多就是我們水蓮的一個完整形態啊 再來是我們的恐龍蓮啊 翼龍 三角龍 嗯 這三角有好立體 暴龍 這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最後的話就算是我們的恐龍型態啊 恐龍型態就要牽涉到兩個人 一個的話是我們男主角 一個的話是我們青木博士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型態蠻帥的老實講 畢竟男主角是吸收我們恐龍型嘛 所以呢 它看起來的外觀 其實老實講也有一點點像恐龍型態 尤其它的臉部部分啊 只是改一個顏色而已 最後最後 當然除了這些硬幣的對應的怪人之外呢 還是有一些額外的怪人 就像我們 重力蓮跟我們水蓮 融合起來的MEGA版本的一個巨怪 它為什麼會變這麼巨大呢 最主要是它吸收非常多種硬幣啊 什麼 蕭形蟲 螂 犀牛三枚 大象兩枚 星星兩枚 虎金三枚 電盤三枚 章魚兩枚 然後再加五千枚細胞硬幣 而產生出來的MEGA級怪物啊 然後呢 再來還有一個硬幣容器的形態 硬幣容器的基本上就是 將所有硬幣灌在我們物霸身上 而產生出來的一個 而產生出來的有點像是魔法陣型的一個怪人啊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卡啦 修卡啊 所以那以上這句話 差不多就是這一次歐之本傳 包含一些衍生偏障而產生出來的怪人 OK 再來來到我們最後一組 這算是比較沒有人在乎的啊 蝦 蟹 嗯 真是一個螃蟹 那個手的鉛著很大 蝦 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最後再給它在背面 OK 今晚我們將把它全部刷完啦 這樣能刷都是正常 但是主要並不是拿來這樣刷的啊 而是搭配各種不同的這種武器啊 裝備啊 或是最經典的不死鳥回轉盾 進行使用才是正確的啊 不然就是拿去投幣啊 去畫我們的罐頭啊 這樣子的話也算是蠻經典好不好 因為畢竟在歐之裡面啊 那些罐頭其實出產能力算是非常非常強悍啊 所以在劇動裡面啊 不只不然需要使用到這些硬幣啊 連我們的歐之 甚至我們公司 都必須使用到這些硬幣好不好 因為他們也在認真回收這些硬幣啊 然後呢我們把這個版本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就是買銀幣需要的一個須知啊 CSN版本身它就是一套 所以CSN版本就不列在這邊討論啊 因為你一買就有一套了 第一個的話就這個嘛 這個的話也算是一套啊 但是它會綁基礎硬幣啊 所以呢如果假設你是CSN什麼都沒有買的話 其實買這一套我覺得算蠻划算的 價格也不貴 好期價還蠻貴 但是我覺得還算值好不好 因為有這個收藏殼這個非常的帥 再來就是說呢 DX版本的話入手方法啊 就是由我們的罐頭入手 或者是說自動販賣機機車入手 或者是說我們的BURSE腰帶也是可以入手 DX系列武器都有啊 非常之多啊 DX版的象徵基本上就是背後這邊 它背後這邊一定是個叉叉 剛才看完這個再回來看這個 說實在程度真是叉叉那麼多好不好 這個超平的 這看起來超立體的你知道嗎 所以總共來講還是有差異在 所以呢如果假設你需要有叉叉 基本上只能由DX版入手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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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版本啊 基本上我們可以發現它後面是一個QR Code 因為呢這個基本上也是配合當年的接機進行使用 但是感覺當年接機好像也沒有QR Code可以少 願望了願望了 但是呢應該是有吧 這種東西基本上只有日版才有啊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買到後面這個的話 基本上都是日版啦 日版的更貴好不好 日版銀幣也是很貴啊 所以總共來講銀幣入手方法都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呢這個入手方法 就算是只能以合完SG方式進行販售 基本上大家都只要銀幣 所以總共來講銀幣入手方法雖然多 但是說實來也是有點麻煩 而且甚至你要叉叉的話就會更加貴一點 大家要收藥心理準備啊 我是建議大家直接買CSM一套會比較快一些啦 所以呢總共來講這三個版本這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跟大家都有的認知啊 嗯其實放上去之後大家就可以明顯區別 這些銀幣跟這些下面真的是差太滿多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歐資的銀幣全種類開箱好不好 基本上不管是買哪個版本啊 CSM還是這個版本 基本上它硬幣總數就是這樣 不會再多也不會再少 應對所有的怪人推出一套銀幣 除了趴充電之外 好啦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歐資的銀幣將補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喜歡的話請報告 訂閱頻道頻道頻道 小節目掰掰